明星到退路还记得超狂太子吗?张学又年轻时比黎明还帅。 57岁歌神张学有的学有经典巡回演唱会昨四日起一连三天在高雄巨蛋举行次次的巡演场数高达220场,总票房于100亿元台币,再迫他所保持华人巡演最多场次记录,而歌神也向歌迷承诺能唱多久就唱多久,永不言退。 张学有的歌唱实力毋庸置疑,但其实他的演技也天分十足,1990年演出大导演胡金拳的《笑傲江湖》,他完美全是赴黑的东长走狗欧阳拳一角,获得专业人士和观众的认可,当年更凭借此角色夺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 尤其演出喜剧张学有和梁朝伟合作的《喀利辣椒》系列的《阿飞与阿基》以及《东城西旧》中的《丐帮帮主红七语吸毒欧阳风》,就是有古墨鸣喜感,上大荧幕就是吸金引人发学。 张学有演喜剧很讨喜,使坏更是令人深深着迷,八九十年代香港盛行黑道片,1992年张学有在电影《明月照监东》中,饰演重情众义的黑道杀手太子,深受观众喜爱一正一邪的形象,以及瞪眼掏枪耍很令人印象深刻,一时成为大家争相模仿的焦点。 堪称他的经典角色之一,风透甚至盖过另一位男主角黎明,由于该片获得成功,电影公司顺势推出续作《前传太子传说》,逐渐隐秘对太子的喜爱。 四次张学有的票房号召力逐渐显现,和歌唱事业并驾齐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